大家早安 大家早安 我們一月一起看了創世紀 然後就到現在 因為中間二月是過年 然後三月四月我在美國時間比較長 所以又到馬來西亞 所以沒有辦法很抱歉 那從現在開始會補你們 我們每個月會有一次 五月六月七月八月 那九月開始我又要創新 又要出去上課 所以可能十月再來一次 那我們今年就結束 一年有六次的創世紀 大概是這樣 我們開始以前做個禱告好嗎 我們一起禱告 謝謝上帝你保守每一個人 保守每一個家庭 從一月到今天 今天早上我們沒有什麼殘半 沒有什麼軟弱 我們可以自由的到這裡來一起 判斷從約瑟的一生 我們可以有一點點的學習 相信你把約瑟這個人擺在聖經裡面 是對我們可以有所啟發 我們特別為我們的國家禱告 因為我們的政權將要轉變 可是我們了解這個世界 對我們並不是太友善 我們新的政權 怎麼樣可以平和的轉移 怎麼樣可以有效的來處理 我們的鄰居 中國 還有美國 日本 之間很複雜的國際的關係 因為我們是很小的國家 我們有的力量相當有限 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 才能夠在這些強權當中 求得一個生存 和平的一個可能性 因此我們仰望你 求你垂聽我們的禱告 我們希望這個福爾摩沙的島 真的是一個美麗的島 是一個平安的和平的島 讓住在島上的百姓 也能夠過著平安喜樂的生活 我們開始以前 在你面前這樣禱告 奉告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我本來要找一首新的歌 後來想一想 我們一月的這首歌還很好 所以我們再來Review一次 Denose Eremus 這個是拉丁文 拉丁文就是在教會更新當中 就是基督教由於這個世界已經走到後現代 那基督教還留在現代 所以慢慢的被這個世界淘汰 那很清楚的我們叫做Silent Exodus 叫Silent Exodus 就是默默無聲的出埃及 那這個是在美國一個牧師 他們研究發現 年輕的一代就走出教會 他們不來教會了 而且他們不抗議 就是也不想跟教會說 你們怎麼樣 所以我們不想留下來 如果你們怎麼樣 他們根本連這個都不想做 他們就是不聲不響的 就不見了 那這個牧師就很緊張說 這樣子的話 教會就會變成博物館 因為年輕人不來的話就沒有希望 那這個現象就引起很多 很多教會的人關心 那第一個 打第一炮的是紐西蘭的一個作家 很討論不是一個神學家 是一個普通的基督徒 他覺得說這樣不行啊 那這個當然有很多啦 就是並沒有說像 一般過去我們所謂的宗教改革 就是馬丁路德 我們馬上講的一個名字 加爾文幾個大頭頭 他們是神學家 然後他們帶頭 這一次這個不一樣 是由默默無名的 沒有人知道的一個普通的教會的人 他提出來 然後很討論的 這個就像那個什麼 像什麼 春風吹又生 那個草 草地 這邊冒一個 那邊冒一個 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到現在沒有辦法講說 這一個運動是水開始的 是水主導的 講不出來 這是一個萬花齊放的 一個奇怪的現象 那也是後現代一個很特殊的情形 其中大部分人認為說 我們的禮拜已經過時了 教會的禮拜對年輕人來講 根本沒有用 所以很多教會就開始把爵士鼓帶進來 那他們認為問題是樂器的問題 你用鋼琴他們已經不喜歡了 他們要的是電子鼓 他們要的是現在的歌 所以這個是一派 很好玩的另外一派說 不是 好的歌不在乎樂器 不在乎什麼 在乎它的內涵 所以另外一派就是說 我們回到古代 就是教會剛開始的時候 唱 希臘文的時候 唱 拉丁文的時候 的歌 那一派的運動 做得最好的就是太者 太者是有一個基督教的牧師開始的 可是目前幾乎大家都把它歸類是天主教 因為天主教還很保留很傳統的東西 那裡面他們想要表達的是 這些很上古的詩歌 其實也可以傳達現代年輕人的一個苦悶 那我挑這首歌可以做一個代表 就是在黑夜中我們前行 大概是這樣 那很慢很慢 那他們的唱法是 惠仲呢 唱的歌都是一句兩句 然後重複 所以你不會唱 你聽兩遍你也會跟著哼的 那那個主調 就是比較富的那個是由一個人 或是幾個人輪流獨唱 這是他們的很特殊的唱法 等一下我們就聽 我們唱的時候我們就唱惠仲的 那個簡單的那一個部分 我們一起來聽一下 這個 De Noce Iremos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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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你听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黑夜摸手追寻 这个真是后现代的一种 一种气氛 一种氛围 一种感觉 就是说 现代 他们的主要的相信是 我们是越来越光明 因为我们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基督教的爱 一个是科学带来解决世界问题的盼望 所以在从前现代转到现代的时候 人类是充满了盼望热心 知道世界的问题迟早会解决 人跟人之间的问题 用基督教的爱应该可以解决 物的问题 用科学的方法应该都可以解决 这样的一个乐观正面取向的态度 这是现代的态度 后来在1945年整个毁灭 1945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一年 因为在那一年就是全世界 神学家最厉害的 科学最高的德国 就是杀掉1100万个人 用当时他们所用的 最节省的科学的方法 就是瓦斯 600万的犹太人 还有其他的精神病的智能不足的 其实希特勒不是恨那些人 他是要用科学的方法 保护亚利安民族基因的干净 他是基因工程学的地主 现在我们正在讨论 人类有没有办法 透过基因工程 解决世界的问题 你有没有吃过那个基因改良的玉米 你买玉米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是基因改良的吗 那个改良的 就是第一个不会被冰冻不会死掉 这个很多很多玉米在 特别在北方一下雪都死光了 这个冻不死 细菌那个虫不敢吃 因为它基因改过以后 虫吃不下去 那个味道不对 然后产量加倍 味道更好 所以我们期待的东西 我们就把玉米里面的基因稍微调一下 就都解决了 农民的生活改善 因为他们一样的种 一样的辛苦 收成的多很多 那个毁掉的减少 这个有什么不好吗 我们人类不是在追求进步吗 到现在很多人对这个还在问说 因为我们才改良没有多久 我们不晓得 玉米这个改变 将来对整个世界的生态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可是到现在 你不吃基因改良的玉米越来越难 因为没有改良的就越来越被淘汰 卖不出去 你知道这个经济很厉害 对不对 你没10块人没5块 你就倒了嘛 对不对 就算你可以种 种出来 没有办法 不够成本 所以这个世界的经济 世界的政治 还有大家追求最高利润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会逼着我们 一定会往基因的方向走 糖尿病以后就不会一直吃药 我们把糖尿病的基因稍微改一下 在胚胎的时候 这个技术都可以做到 但是我们也发现 过去我们认为 可以解决世界问题的科技发展 后来结果都制造 比原来的问题更大的问题 所以过去的人类科学留下的记录 让大家对科学万能 可以解决世界问题的这个幻想 已经破灭 然后认为用宗教的力量 可以改革人心 可以让这个世界人跟人之间的 这个战争会消灭 不会弱弱强死 这个在二大战也幻灭 发现宗教也好 科学也好 并没有他们原来承诺 要给我们带来的天国 那就进到后现代 这首歌正式表达 后现代的人的一个无奈 就是说我们又掉到黑暗里面 如果宗教不可靠 如果科学不可靠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已经一大 一头拉枯的问题 包括自己的问题 自己家庭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 地球的问题 这一大堆问题 那如果不是科学 如果不是宗教 那我们还有什么 所以这个就掉到黑暗 可是我们不能就不走 这个时间不会停 所以他说我们是在黑暗中什么 摸索前行 那引导我们的不是一个光 是一个渴望 那这个 在黑夜中我们往前行 生命全员我们追寻 他们追寻一个source of life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生命的源头 唯有可目照亮前途 就是一种不死心 不放弃的一种态度 所以后现代的态度是 希望更好 但是没有把握会更好 这样的一种矛盾的态度 就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但是我还不放弃那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摸索 一起来看看有没有可能 那现代是说 宗教就看教坊 如果其他的呢 就看科学 任何问题 你就拿到科学面前 科学就可以告诉你 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 所以以前我们在讨论当中 你的这个方法科学不科学 科学就是最后的答案 可是现在这个所谓最后的答案 已经都被后现代语言学把它解构掉了 已经他们没有能力给予最后的答案 所以我们又调回到 没有办法处理的情况 所以唯有可目照亮前路 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请你弹一遍好吗 阿滚一遍好吗 阿滚一遍好吗 祝父大灵一遍好吗 再来 圣经说 现在长存的有三个东西 一个叫信 一个叫望 一个叫爱 最大的是爱 可是这一首诗歌给我感觉 它讲最大的是望 就是你不要放弃 虽然看起来是没有路 没有亮光 但是你继续摸手 保持一种 可能有一天会看到亮光的态度 这个是后线的态度 所以一生都在追寻 我不敢说我现在找到的答案 是最后的答案 是最好的答案 这种态度就会抱持 终身学习的一种姿态 就不会说 我已经大学毕业了 我已经拿到哪个学位了 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这种态度就不会了 我念过那么多书 我拿到这个学位是没有错 但是我不敢说 我目前得到的 就是最后的答案 这种我拿到的一个是 暂时的答案 是目前我觉得最好的答案 但是不是最后的答案的态度 这个就是我所谓 后现代的谦卑 保罗说 我不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希望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 我们也抱这个态度 不要以为你来听了我的创世纪 然后我讲了一大堆 就说哎呀我知道了 创世纪就是这个意思了 不一定 这个只是到目前为止 我所念过的参考书里面 我觉得最好的我拿给你们 也许再过一段时间 又有更好的来 你就把这个放下来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样的关系当中 慢慢的往前走 我们一定要不停的前行 希望前路有一个照亮我们的可能性 好 那我们前年就讲到这里 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 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上次我们讲到四十章第四节 就是那个 斯德哥尔摩正后群 就是被关在被坏人绑架的人 到后来有的会决定嫁给那个绑架他的人 这个是比较奇怪的一种现象 因为那个威胁后来变成是保护 因为那个要 想要去跟你的爸爸 什么 勒索的人 他会保护你 因为你死掉他就勒索不到钱 所以这个被抓起来的这个小姐 本来是很恨 很害怕 这个绑架他的人 可是当警察在追杀他们的时候 这个绑架他的人到处保护他 而且每天给他吃 当然要给他吃 不能给他饿死 所以不久就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 就是我如果跟这个人我就有安全 所以这个是很特殊的心理状况 就叫做斯德哥尔摩正后群 那么这个约瑟官在牢里 有两个国王的大官 因为发生一件意外 所以这个皇帝怀疑他们可能参与 磨杀的计划 这两个胡适 法老王喝的跟吃的的罪头头 这两个是最大的先例犯 所以就被吓在间里面 吓在间里面不是他们有罪 是要确认到底是哪一个 后来经过FBI调查的结果 确认是那个面包的有问题 那个弄久的没有问题 所以面包师傅就被处死刑 调死了 那个调酒的调酒师就被复制 这个是我们这一章的这个故事 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 这两个人做一个梦 在这个事情要发生的时候 他们做一个梦 所以我们看40章 我们回去 查询 好 那这是40章第一节 这事以后 这事就是约瑟被冤枉 因为他长得太英俊了 所以他的祖母就看上他 那这个他的祖人呢 又一天到晚 因为他是法老的大官 厂长要出差 那这个祖母呢 就是寂寞守空归 很孤单 看见这个西伯来的奴隶 又年轻又看起来很壮 他就一直跟他色诱 可是没有成功 不管他用什么方法都没有成功 到最后是 这个女主人就情急之下 就去拉他的衣服 把他的裤子拉下来 那这个年轻人就裸奔 就跑出去了 那这个祖母就很难堪 拿了一个人家的内衣 然后人家跑掉了 那你怎么跟人家解释 说那个人的裤子在你手上呢 所以他很聪明 他马上大叫 说有人要抢枪 哇 你看他脱下裤子被我拉起来 所以他跑掉了 哇这一下糟糕了 约瑟变成是强暴未遂 那他是奴隶啊 百口莫辩啊 对不对 因为现场只有他们两个人 那这个先生一听到 太太要被奴隶欺负 你会什么反应 当然是把那个奴隶判死刑嘛 对不对 你趁我不在 我把你从外衣 就是在外面晒太阳 把你弄到里面 对你那么好 你既然还趁我不在 欺负我老婆 而且证据就在他手里 你的内裤就在他手里 那你怎么说 不然你裤子怎么会掉下来 他怎么说都没有用啊 可是约瑟过去 在主人面前的忠心 已经在主人心目中 留下一个印象 所以审判的结果 这个主人就 证据是对约瑟不利 因为他的裤子在人家手里 怎么讲是对他不利 可是主人怀疑 问题故事不是他老婆讲的这样子 但是没有第三者 可以来旁证 所以这个主人就做一个 应该叫做politically correct 就是在当时他能做的最好的审判 不是正确的审判 是最好的审判 就是伤害最少 因为如果没有真的情况下 他要说他的太太误告 这个奴隶 他也站不住脚 他有什么证据 两个孤男寡女在房间里面 你说谁 现在很多法官在判那个强暴 还是没有强暴 有时候很难 因为只有两个人在房间里面 那婉儿又他说他强暴我 他说不是啊 是他又拐我 是他拉我的 不是我拉他的 那法官怎么判定啊 没有录影 没有别的东西 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法官到时候就判断说 你有罪 但是居然没有判死刑 因为奴隶 犯了这个罪是唯一死刑 他把他判在牢里 而且不关在奴隶的牢里 他们有那个奴隶的牢 老百姓的牢 还有官员的牢 把他关在官员的牢里 那这样的一个处理 就是有一点稀小 表面上看 他是被判罪了 可是实际上这个主人 是留了一个后部给约瑟 第一个没有把他判死刑 像郑姐枪毙 后面都没有了 对不对 就结束了嘛 就没有了 那你比较不枪毙 后面还有机会 平反 或是怎么样 对不对 那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 他如果给他攀在努力的牢里 他后面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里面官员都是努力 不会有人再去帮他做什么 他把他关在这个 大官的牢里 那大官的牢里就在他家 有人说因为在他家 他还可以用GPS 或是用什么耐 帮忙这个老板 来做一点生意 因为他很难会 他是他老板的管家 什么都他管的嘛 我不知道 anyway他就关在那边 是自私还是考虑约瑟 那现在就机会来了 因为这两个大官被华语 谋杀 华佬关进来 那这两个人又同一个晚上 做一个奇怪的梦 那这个梦让他们很害怕 因为太像了 都是跟山有关系 可是一个是 又去挤葡萄 那一个是又拿那个 又去做面包 可是面包被鸟吃了 到底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们就跑来问约瑟 那约瑟没有什么长处 他的长处就是 他很会做梦 他也很会解梦 他就帮他们解 解了以后三天后 真的照约瑟说的 一个被判死刑 吊死 一个就被释放 官护原子 那约瑟就跟这一个人说 拜托啊 我是被冤枉的 你既然放出去 至少我给你一点好处 我帮你解释 你要不要跟华老王 讲几句美言 让我有机会 不要一直关 这个不知道关到什么时候 我是冤枉的 我什么事都没有做 就是这样子 结果这个小子一出去以后 就忘掉他了 这个今天的故事 就把他忘掉了 觉得这个是一个希伯来的奴隶 有什么好处理的 我们来看 所以埃及王的酒政 就是那个管酒的 还有善长 吃的喝的 管皇帝吃的喝的 那个关很大 一天到晚可以在皇帝面前 讲几句话的 这两个人呢 恼怒了 得罪了 那怎么得罪 圣经没有讲 那根据学者的研究 可能有发生 暗杀华老王的谣言 就是有人要谋杀 用什么方法 所以华老王觉得 最大嫌疑的这两个人 就先抓起来 然后调查 所以他就生气了 就生气了 然后就把他关 护卫长府内的间 就是这个大官 大官坐间的地方 然后约瑟也就被关在那里 然后护卫长就把他交给约瑟 因为约瑟已经能力太好了 马上就被升为 那个牢房里面囚犯的头头 就是帮忙处理囚犯的事情 那约瑟呢 伺候他们 已经有一些日子 我们不晓得多久 那第五节 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讲 他们两个呢 同一个晚上 做一个梦 那他们认为 这个梦应该有意思 就是有讲解 就是有意思 我们看我们的讲意 黄善长跟九正长 同一个晚上 各做一个梦 同一个晚上 各做一个梦 这个就是时间上的接近 科学在做研究的话 大概有两个 一个是空间上的接近 一个是时间上的接近 科学家是根据这两个来研究 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 这个是科学的精神 就是relation 他们用关系来研究 所以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空间的接近 是否有关 如果我们看两件事情 同时发生的时间跟空间 都很接近的时候 我们会怀疑说 这两件事情 必有关系 不然他们怎么会 每一次都 那么接近 这个关系就是 时间比较前面的 是时间比较后面的原因 这是科学的逻辑 就是说 前面那个是因 后面那是果 我们叫做因果关系 就出来了 可是因果关系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因果关系 他们就产生四个理论 那这个是我下面有给你们 就是coincidence correlation contribution cossession 巧合 关联 促成 噪音 第一个就是 就刚好 这刚好 刚好它发生 它也发生 就是这样 而且很多次 那还是巧合 你说可以吗 可以啦 不过 如果太多次 我们都会认为 必有稀小 这样讲对吗 如果你买彩卷 你中了第一特奖 好高名 对吧 对不对 有可能啊 因为彩卷总有一个中奖 可是第二次 还是你中第一特奖 哇 你怎么那些好名 如果连续十次 都是你中第一特奖 人家会讲什么 不会讲好名啦 作弊啦 作弊就是后面有原因嘛 一定是那个 摩采的或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 让你去买那个号码 或是弄一个让你那个号码 当好是中奖 这样讲对吗 所以科学家就是 一次两次 我们可以用巧合讲 多了以后 我们那个巧合的声音 应该越来越低 这样讲对吗 华语就越来越高嘛 我自己 我自己成为基督徒 其实也是这样 因为我家里太穷了嘛 所以要念一学院 是很困难的 所以考上台大一科以后 我每一学习都在怀恼 说下学习怎么办 那个学会从哪里来 然后就有同班同学 我的隔壁那个林静云 就要我去教他的弟弟 这是第一个 然后下学期呢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请家教都不是 一请就是三年 都是请高三跟初三 就是最后一年要联考了才请家教 那如果你教得不错 那个学生也是很努力考上好学校 那么你会得到什么 得到一个谢师焉 就是考完试公布高中以后 就会请你来吃一顿好的 那完了就说谢谢 明天不必来的 这样懂吗 因为考上了还在请你来干嘛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从一年级开始 都是在三年级紧张才开始请老师 所以你就没头脑 如果你教得不太好 或是你那个学生不怎么样 不管什么理由他没有考上 你就连谢师焉也吃不到 对不对 那他要重考也不会再请你 你教得扣不住还请你 对不对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你教好也好 教不好也好 你的工作就是短期的啦 一学几或是一年 一学要读七年 我又不敢去找家教中心 因为怕被骗 所以你会相信吗 我七年当中 到快要没投入的时候 就有同学或是朋友或是谁 问他说 你想不想当家教 这样连续 七次或是说如果一学起的话 就是十四次 你还说巧合吗 你知道我的感觉吗 就是说 这个太多次 还是有可能巧合啦 喝高苗嘛 那个可能性不能没有 可是那个喝高苗应该是很小的可能 这样讲吗 可能有鬼嘛 对对 就是有什么东西在后面 不然怎么都是 好处都是你拿进呢 最大的不可能是 大学七年级 我们叫实习医师 一科念六年 第七年是不念书的 第七年是到科病房去 当小医师啊 每两天要值班一天 就不可能去家教 其实英诚有一点薪水啦 一点点是有薪水啦 可是我的妹妹去念台北医学院副专 还没毕业 我爸爸死的时候 我夸大口 只要哥哥有办法念 就想办法让你念 这一句话讲得太大声 他就不给我考上功利的 考上私利的 哇 台北医学院贵到要死 既然讲出去你就要做 不能念到一半就不给他钱啊 所以我还是需要当家教 为了我的妹妹 可是不能教了啦 人家家教一个礼拜都要教三天嘛 那你另外三天值班你怎么活嘛 不可能啊 所以可是我需要怎么办 如果神就让一个我们学长来 请我去教他 你相信吗 这个不只巧合啦 这个是不可思议啦 怎么会有学长请学弟的 如果你们看过我的故事 会很好玩 因为他不是来找我 他是到我们医学院的宿舍贴布告栏 贴一张红的那个布告 不是征家教 他是征陪读 陪读哦 他讲陪读哦 征求陪读 然后条件是十点以后开始陪 这个很奇怪哦 大家要睡觉的时候开始陪哦 十点以后 然后专车接送 有宵夜 加一句 必要时可以过夜 这什么呢 这什么嘛 贴在台大医学院 条件是台大医科七年级 其他的不要 我们说这个太明了嘛 台南人要找女婿也不是用这种方法嘛 我们那个时候想说台南人找女婿就是 一栋子三战老 做家争啦 就是这样子嘛 你是台大医科啊 就讲好了 你毕业以后你就开业 因为我们家有房子准备好 你就这样子嘛 就顶多这样 怎么怎么 怎么陪读十点以后 有宵夜 还有过夜 还有专车接送 这是什么嘛 我们陈伴同学都笑死了 而且那个待遇是一般家教的 差不多四倍到五倍 超高的 超高的 然后我们念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好处就是 不上课我们就会找 非基督徒的来辩论 我们办基督徒就会找那个台大 那个普通教室 那个没有上课的空教室 我们这一堂没课嘛 他不是每一堂都有课 那个空堂 那就找一个空教室 然后就说你讲你的佛教给我听 我讲我的基督教给你听 那两个人就 就这样 那时候大学生大家都很喜欢辩论 就是谈谈谈 结果有一个叫翁瑞亨的 他是台南人 他就有兴趣跟我们变 结果被我们变过来 就七通八通 他变成基督徒了 他就好了好了 我姓教 因为跟他常常变 就变得很熟 他很了解 我没有佳佳就不行 他很知道 所以这个翁瑞亨就跑来说 他妈妈去啦 我不行啦 三十三 不行出不自己了 对不对 穷要有骨气啊 虽然瘦至少有骨头嘛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 明明知道这个是坑能的 你就挑进去 我说我就是做苦工 我也不要去搞这个 结果就不去 一个月 过去的 那一张红纸变白纸 因为 刮风下雨 晒太阳 变白啊 他那个用那个什么 墨写的 那个字还在 颜色不见 然后 我还是找不到家教 因为没有那种家教 那么轻松 就是一个礼拜 一次或两次 没有 都是三天 这是最起码的 那翁瑞亨说 哎呀 你还是去啦 我说不行 有翁瑞亨他跟我说 这样好啦 他那个待遇那么高 我陪你去 我说怎么陪 他说你去一天 我去一天 这样就很轻松啊 一个礼拜才一天啊 待遇我们两个人 对半分 这样可以吧 因为那个很高 对半我还够 万一有些人跳 我到法院 证明你的清白 你到法院 那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万一不幸 真的是圈套的话 至少有一个人 可以到法院 帮我喊冤嘛 我说这个可以 所以我就打电话 一个月了 可能人家都不要了 因为那张纸 已经白掉了 请问 你要陪的是小姐 还是先生啊 这个第一个 你先问啊 接电话是男的 说是我啦 翁仁在旁边 说难的难的 那时候都没有考虑同性念 说这样没问题 这样没问题 就讲说 那个就没有问题了 你说你是怎么陪读 熊潘世 我是你的学长 学长 我怎么陪啊 台大毕业的医学院的学长 你说你是要陪什么 他说没有啦 不好意思啦 我搞你们几届 我毕业后就到钢山开业 我是外科 两三年就赚了三栋楼房 真的是外科很快 赚了三栋楼房 可是遗憾的是 我三个孩子当中 第三个是自闭症 自闭症 整个台湾都没有办法 只有台大 有儿童心理卫生中心 如果你们老一点的知道那是什么 就是在旧大楼旁边那一栋 红的二楼 只有那里 那个是不能治疗 但至少他可以提供对这个自闭小孩子的治疗 就是training 只有那里 所以为了我这个小孩 我就把钢山的诊所卖掉 保房屋卖掉 我到台北来 我的老婆就可以每一天开车送这个小孩到台大 心理卫生中心 儿童心理卫生中心 儿童做治疗 可是我想一想 这个也不是办法 这个自闭症是一生的 迟早我会比他先走 虽然我两个大的很乖 我没有把握他们结婚的对象 会继续照顾这个弟弟 我没有百分之百把握 虽然我可以留很多钱给他 但是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让他可以过得好 想一想 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有社会安全网 social security 这个不管你人怎么样 美国政府会照顾他 到他死 为了这个我需要到美国去 可是我已经毕业太久了 基础医学差不多都忘光了 我想考美国医师执照 那个时候所有的医学院同学 大概毕业的时候 除了考台湾执照 都会同时去考美国医师执照 因为都想出国 所以我们同班同学 大家还是在拼命的念 念那个ECFMG 就是要考美国医师执照 这些准备 所以我们本来就要念 都会念 所以他叫陪读 就是说我知道你们都会念 你就念完就念给我听 因为我没有时间念 我没有时间 所以他在士林 开业 钢山收起来 在士林开一个诊所 他说我看病 看到晚上九点半 所以抱歉 看了一天很臭 我需要洗个澡 所以十点开始陪读 哦原来是这样 是晚上十点 那因为太晚了 恐怕回去 没有那个公车可以回去 所以我们在诊所旁边 摆一个单人床 你就在那边过夜 明天一早 你就搭巴士再回去上课 那晚上要来 我太太会去接你们过来 这边 这样就不需要搭车 那那个太太很注意 每一次在我们的时候 都 她的小朋友都坐在旁边 你知道所谓 不要孤难管你 单阻在一个密闭空间 她也很注意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都有注意到 那么晚 当然给你们一点东西吃嘛 不然肚子会饿啊 哦原来如此 我们才发现我们是小人 人家根本是君子 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居然想着 乱想一大堆 你会相信吗 这个是巧合吗 这个可能性太低了吧 对不对 现在不是时间的问题 就是在我 因等七年的时候 我还需要家教 可是我不能做一般的家教 居然跑出这个一个人出来 更妙的是 我们就培啊 我跟翁瑞英讲好了 就一个人赔一天嘛 我们本来念的东西 就念给他听 就这样 念完就念给他 所以人家拿钱 请你念 美国医师主教考试的书啦 而且很高的钱 所以我妹妹的问题就解决了 念到快考试的时候 有一天她跟我说 抱歉 我刚三拿来的钱用完了 三栋楼房卖掉的钱 在台北开销很大 她说台北的生意 没有南部那么好 台北竞争比较高 她说我撑不下去 我要回钢山开业 所以我不考 因为我没有办法 所以结果她没有考 我跟翁瑞英说我们都念完了 我们两个都去考了 都给我考上了 有点不好意思 那个出钱的没有去考 拿钱的两个都去考 都考上了 这是很特殊的一个经验 几年后我到恒春当院长 她的女儿已经考上高雄医学院牙科 恒春就这样提供那个医学生暑假 可以去那边见识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她交代她女儿 她女儿想去恒春 她女儿有一点印象 她爸爸曾经在台北 然后找过一个人家教等等 那个人现在就在恒春当院长 所以她爸爸还叫她说 要来跟我请安 谢谢那个时候 她最难的时候 其实没有帮上忙 因为后来她没有考 她女儿真的来找我 然后跟我说 后来因为我妈妈的姐姐是美国公民 所以我爸爸就没有考执照 没有走专业的路线 就走医亲的路线 时间长一点 知道吗 要排队 长一点 可是后来她没拿到美国的公民 她还是很感谢 在她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我跟翁仁有陪她那么一段时间 那我心里面就很觉得说 我们的神真的 真的是这样的照顾我吗 还是我还要说这是巧合 理论上来讲 巧合还存在 这样懂吗 理论上来讲 可是那个巧合性太低啦 我只能这样说 那其他有什么可能 有可能就是 就是有关系嘛 就是背后有人在操纵这个嘛 那个是神吗 还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你的诠释 我再讲一遍 基督徒一生有很多的决定 有很多的遭遇 然后基督徒就会用有神来诠释 他的遭遇跟他的碰到的事情 灰基督徒就会用别的 如果他拜拜 他会用马祖来解释他的遭遇 这样讲对吗 所以你的解释 没有人能够跟你辩论 但是你发生的那个所谓巧遇 那个是必须要是有基础的 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好 那我来解释这个 时空接近的有关 他有一个coincidence 就是所谓巧合 我刚才也讲了很多次 再来就是correlation 就是这两个有关系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他的关系是什么 有可能他们都跟第三者有关 所以他们就有关 他们彼此没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说这样讲 会结合病的人 会结合病的人 体重 这样讲不好 会结合病的人 孩子都没有念书 就这样 你说奇怪 难道会结合病会影响 孩子读书的医院吗 每一次发现 会结合病的孩子 念的书都比较低 后来再详细研究 其实不是 因为他们的共同的关系 是贫穷 因为贫穷的人 营养比较不好 居住环境比较不好 比较容易得到Tuberculosis 就是会结合的感染病 居住环境好的比较高 然后贫穷的人 孩子念书的机会也比较低 不管是动机 还是经济能力 都会比较差 所以会结合病 并不会造成孩子 念书的比较低 他们两个是扯不到一起 可是因为他们都跟贫穷有关 所以看起来这两个 如果你不小心知道 找到第三个因素 你的研究包括就是会说 会结合病 会造成孩子比较不读书 你有统计数字 真的有各一次数 可是因为你在找的时候 没有找到所有相关的因素 你这个研究是假的 知道吗 那个correlated 你把它当作cosseted 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他们有关 你还要注意说 他们的关是间接来的关系 还是直接的关系 好 如果间接的关系被排除了 他们是直接有关系 你还要确定说 他是绝对的关系 还是相对的关系 如果说有这个 他得这个的机会比较高 那个叫contribution 那个叫贡献的关系 如果没有 他就不可能得这个病 那个就叫cossession 像会结合病的 那个TB bacilli 那个结合菌 没有的话 你再穷 也不会得结合病 所以那个结合菌 就是cossession 贫穷是contribution 贫穷的人 不一定会得结合病 但是他得结合病的机会 一定比较高 因为贫穷是会造成 结合菌进去以后 他的抵抗力比较弱 因为他营养不好等等 所以贫穷是contributory factor 那TB bacilli 那个结合菌的细菌 是cossitive factor 这样了解吗 所以当我们在研究说 这两个人怎么同一个晚上做梦的时候 到底是巧合 还是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是有一个第三者 同样的关系 还是上帝是为了要 救约瑟出煎牢 所以让他们两个做梦 所以他们两个都没有关系 是因为上帝想要让约瑟可以有机会 闲雨翻身 那这个就是他们两个的关系是correlation而已 并没有彼此没有contribution或是cossession 在了解吗 所以我会详细的讲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解释你的生活经验 或是在解释你某一些发现的时候 你不小心你就会混在一起 因果律就会搞错了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这样 这四个关系 我再举个例子 就是我在台大当住院医师的时候 我是住在厦门街 那个我们叫皮鞋街 那个整条都是很多卖皮鞋的 我住在37号的市楼 这也是省的恩典 就是我家是不可能在台北有房子的 是打死也不可能 但是我太太的家 他们有祖先留下一块田 这一块田 爸爸是公务员 也不能再做什么 就说这个切成五个 他有五个孩子 就说水结婚那一块卖了多少钱 就是他的嫁妆 或是他的那个 就是这样子 那你结婚就卖掉 大姐结婚的时候 就把大姐那块卖掉 刚好可以买客厅的沙发一座 这个是 那个和美乡下的一块小田 没有什么价值 就客厅沙发好 那到二姐结婚的时候 地价有一点上涨 就可以买连沙发连什么厨具啊什么 这样好一点 到我太太要结婚的时候 想不到那个时候产生一件奇怪的事情 就是高速公路就是要盖了 然后本来要从和美下去 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故事吗 就是交流道 那个就看从哪里下去 那个很厉害哦 那个就草地皮你知道吗 就说我如果先知道政府的规划 这条从哪里下去 我就旁边去买 那个地都很便宜啦 可是一下来就马上就高涨啦 想不到 那个知道内线的人炒太快 知道吗 那个高速公路局来不及去收购土地 那个已经被炒起来了 所以算不上了啦 他们就把它改到气筒咖 你知道现在张望那个交流道不在和美 本来在和美后来就跑到气筒咖 可是地价已经炒起来了 可是高速公路就没有下来 那这个高速公路的这个内线交易 促成我老婆要结婚的时候 他们那一块地的价格突然就高涨 这个你要说巧合还是说什么 我不知道啦 还是有鬼 Anyway 所以就可以买 在台北买一户房屋 你晓得吗 其实三块都一样大 他们结婚也没有差几年 就是前后年而已 就是你怎么解释 没得解释嘛 我当时很高兴啊 就不必租房子嘛 因为我那时候台大R1的薪水 不到一万块你相信吗 医师呢 九千多块 如果租房子的话 差不多不用吃饭了 我老婆又是师大毕业的 在和美找到老师没有问题 到台北都找不到 因为你没有靠山你知道吗 到台北靠海没有要靠山 你没有背景啊 没有六合员帮你写介绍信啊 还有你不送红包啊 找不到工作 他是师大毕业要教书 找不到学校啦 所以在这种情形 有房屋当然很好 那我就要上班嘛 就从厦门街下来 坐那个五号 就是公车嘛 从永和跑到台大医院 好啦 我每天就时间到 就下去站在那边等公车要上班 结果就每一天就有一个漂亮的小姐 就站在我旁边 这样你懂吗 很漂亮的 就两个人都同一时间 就站在那边等公车 然后我老婆呢 有段时间在家庭协谈中心上班 那她的同事 不小心间接知道这么一件事 就跟老婆说 你要注意你老公哦 因为她每天早上那么早 然后就跟一个漂亮的小姐 站在那里 我想有问题哦 你说你怎么办 我都不知道啊 就是两个都要上班嘛 就站在那边嘛 你说这个是巧合吗 怎么是巧合 那个每一天都在那里 怎么是巧合 是约会吗 没有啊 我连她是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啊 应该是 correlated 知道吗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要上班 我们两个人上班的公司 刚好都是五路会到的地方 这样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的有关是因为五路是有关的 就是那一台公车是 为什么让我每天都站在那里 我就等那一班公车 她还是等那班公车 所以我们不能说巧合 但是是相关 但是我们没有直接关系 我跟她是很清楚的 没有暧昧 什么都没有 但是 如果每一天这样站站站站站 有时候下雨 我有带伞 她没有带伞 就让她靠一靠等等 这一类的 好 这总会发生嘛 每一天每一天 看久了总是会有一些化学变化吧 以后每一天就很渴望那个时间可以站在那边 如果她没有出现我就有一点惆怅 那这个就 这个就有问题了 对不对 还是因为五号公车 可是我的里面已经有变化 我有期待 那我去准时去赶那一班车的动机就加强 这个时候就叫做contribution 这样了解吗 就不是correlation 这样了解吗 因为这个小姐造成 我在那个时间一定要去搭车的动机之一 但是我跟她还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我喜欢 就是跟她有一段时间可以站在那边这样 如果后来我真的是 她就给我她的地址 然后我就跟她约会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corsation 了解吗 我去那边只是为了跟她讲说 晚上吃饭好吗 晚上看电影好吗 那这个就不对了 所以 我们每一次看到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要很小心 先分清楚 不要一下子就说 哎呀他们有问题 不一定啊 可能是巧合 可能是相关 可能是贡献 可能是真的有问题 就是这样子举个例子 你们就了解说 当我们在解释事情的时候 至少我们头脑要清楚 好 那再来 这个 这个就是我40章第五节的那个讲义 讲的后面那个中括号 两者在时间上共识性的诠释 这样讲那么长 就是要讲这句话 就是 怎么都同一时间那么巧 你有四种可能的诠释 你要讲这个 你要有足够的资料 支持你的诠释 这样懂吗 诠释只是你认为 可能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好 那后面我就提到 Explanation跟Interpretation Mechanism跟Meaning 好 那要讲到梦 讲到梦 这个做梦嘛 做梦 古代 到现在还是有人相信 做梦必有意义 所以我们就想问说 这个梦是什么意义 解释意义的 就是Interpretation 解释怎么会做梦的 那个是Mechanism 那个就叫Explanation Explanation不是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不是Explanation 当脑神经科医师跟你说 你的大脑的什么区 如果受到什么刺激 那你就会做梦的时候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Explanation 那个是说明 你梦形成的积蓄 它的Mechanism 它是经由大脑脑细胞怎么怎么做 可是那个梦的内容 有什么意义 神经科医师没有能力跟你说明 那是精神科医师要跟你说明 这样了解吗 神经科医师可以Explanation 精神科医师可以Try to Interpret Interpret是说 你为什么梦见这个内容 它对你有什么意思啊 所以弗洛伊德最有名的一本书 叫梦的解析 这样了解吗 它不是告诉你大脑神经怎么样 它是告诉你 那个梦跟你的生活 对你个人来讲有什么意义 Meaning 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是意义 解释是听一听就好玩 就知道我真有学问 我知道最近神经科对梦的研究 有什么报告 大概是这样 可是如果有意义的话 我就很在意 这个意义怎么来呢 就有很多不一样的诠释 一个是你的创意 当人有创意的时候 在梦中这个创意会呈现 最有名的是Benjin Benjin ring 那个叫C6H6 本啊 是本吗 这是一种辉发性的化学物 就是在医学也很常用 可以溶解很多东西 那个Benjin 我们很早就知道 它是C6H6 你知道碳有四只手 那筋有一只手 那化学家就会要画那个结构 就是哪一手拉哪一手 画不出来 很多人打死 就是四只手的碳有六个 一只手的筋有六个 它怎么手拉手画不出来 其中有一个 它一直想不出来 后来睡觉的时候 它梦见一只蛇咬它自己的尾巴 你知道蛇吗 那四只不想怎么转转转 蛇嘴打开 就刚好自己尾巴在那 就咬到自己尾巴 它马上醒过来 它画出来 Benjin ring是这样出来的 是梦出来的 奇怪它怎么不用别的符号 它用蛇 我不知道 但是它画出来就是这样 这个外面都是H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我们都不晓得 原来就是在梦境里中 这一个人的创意 他的创意 不是在白天让他想出来 却是在梦里面想出来 所以有人会说 比如说你睡觉以前 你如果可以念一些书 然后晚上就把那本书 放在你的头下面睡觉 有时候书里面的东西 在睡觉的时候 你会突破 因为你是带着念书的东西入眠 如果你的脑还在想的时候 可能这是一个 就是你的创意 可能会让你在梦中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是 你的欲望 这是Floid最大的 他是欲望的理论专家 他说人会做事情 就是他要desire 有缘 知道缘吗 他想要 所以如果你 你小时候家里很穷 吃不到苹果 你梦中就吃苹果 这样懂吗 因为在梦里面就可以满足 你在白天不能满足的欲望 或是说你很想哪一个女孩子 人家根本不理你 晚上就梦见她跟你接吻 哇 你就好高兴 那个是什么 在梦里面满足你那个欲望 Floid两大欲望 一个是吃 一个是性 所以Floid大部分在梦的解析 都是从这两个角度 这个也有可能 我们自己承认 我们梦里面常常有满足 白天不能满足的欲望 那个欲望有时候是不能讲的 也不能让人家知道的 可是在梦里面就有满足 如果那个满足是在道德上 很有问题的 你还会被梦惊醒 这样懂吗 梦到一半就 哇 全身冷汗就醒过来了 我怎么可以做那种事情 可是在梦里面就做了 这个是第二个可能的权 所以创意 欲望 然后第三个权势 就是说梦是灵界 跟人的灵界沟通的一个管道 这个是现在圣经我们讲到这个 就是说这两个人 这个管面包的跟管酒的 他们认为 这个应该有什么启示 知道吗 就是要告诉他有什么 所谓圣名 就是说我们梦不会弄 我们就跑去找那个圣名 就是要告诉我说 我明天会碰到什么事情 我将来会怎么样 这样做好吗不好吗 我们希望有人可以指点梅精 那我们这个可能就有点神秘的 这一边有灵界 小鬼也好 或是什么灵啊 什么菩萨都好 他可以来指点你的迷津 你玩过蝶仙吗 他们玩蝶仙 其实就是用蝶子 然后就是希望请那个蝶仙来 他问问题 然后他回答 知道吗 那他们认为在梦里面 这一些灵界的所有 他可以透过梦境来回答你的问题 来解决你的困难 这是第三个可能的解释 我再讲一遍 这三个诠释 不说脑细胞怎么做 它是说这个梦对你有什么意思 它有什么意义 那这三个诠释 你没有办法说是哪一个对 哪一个不对 你没有这个能力 那这个就要讲到 我的教授教我的那个叫做 System of System 给你们解释一下 这个是我 影响我一生最大的几个人当中 一个就是Paul Hebert 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 他有在我1985年 在美国洛杉矶念书的时候 他教导我们这个想法 叫做System of Systems 系统中的系统 他认为这个宇宙有很多系统 而且系统之间有关系 但是有比较基层的系统 有比较上层的系统 那最基层的系统 就是物理系统 叫Physics 就是再来是化学 再来是生化 再来是生理 再来是生物 再来是家庭 社会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 世界 宇宙 还有创造系统 那物理系统 就是我们所谓 组成这世界的最基本的例子 你可以说是原子 电子 中子 直子 考课 都可以 那他们有 他们有他们的率 就是他们的关系 所谓因果率 这个电子 碰到那个电子 那个电子就会跑 他们有一些物理学的 管理这个系统的率 这个就是解释 物理系统的解释 完全是用这个 跟他们之间的电 磁 还有动力 这是运动 这一些来解释 为什么会动 最常讲的就是 打那个什么 撞球 打撞球就是我棍子 我打这个球 这个球滚碰那个球 那个球就掉到网子里面 这个就是物理系统 但就是有一个原因 它就接触了 在时间空间接触了 就造成本来不动的开始动 那动的就停了 然后这个动的 再碰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再动 那个会打的 就一个球可以打一大堆 那个完全都是physics 可以解释 好 那这个物理系统之间 会产生结合 会变化 那个时候就不只是物理的 那个就到chemistry 所以这个原子之间 会分解 会结合 然后会产生很多 各式各样的变化 会化出能量 会使用能量 化学 这个化学 后来就涉及生命 这很特别 化学什么时候变成生化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生化是跟生物有关的化学 我们念医学人一定会念生化 biochemistry 就不是只有chemistry 因为这里面有关于这个链 一般的化学 都是很简单的分子 到生物化学的时候 就是很复杂的分子 它可以热热等 可以很长 像面粉 像蛋白质 那个都很长很长 像我们的DNA 那个非常长 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 它的复杂性比这个化学多很多 它变成另外一门的学问 它考虑这个能量的移转 还有彼此链的关系 还有它跟生命有关系 在这个以前是跟生命没有关系 但为什么到这里 有生命的可能性 然后生命一出来以后 就开始有生理现象 physiology physiology所研究的系统 就比生化更多 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 半密闭的系统里面 才可以讨论它的physiology 这个就是生命的界限 举例来说 本来生化就是说 在原始的大海里面 经过什么紫外线 太阳宇宙线 弄来弄去 然后里面的甲烷 或是氨 这些很简单的化学物质 它们就结合 不晓得怎么结合 后来就凑出一个 糖的分子 或是凑出一个什么 那本来都是碳氢 可是凑成很复杂的 就变成生化 到这里还没有生命 可是这个生化 特别是脂黄 Lipid 脂黄的分子很奇怪 它可以连得很长 它连到后来 既然前后都连起来 变成一圈的时候 生命就降生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 就分成细胞膜里面的水 跟细胞膜外面的水 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有机分子 已经都预备好了 可是还不叫生命 那一刹那 我不晓得那一刹那怎么来的 反正那一刹那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里面的就是细胞 外面的就是细胞的环境 那这一个模式很重要 这个就叫做恒定的半透性模 这个决定生命能不能存在 这个模一溶解 这个生命就没有了 这个模一形成 这个生命就有了 但是它必须要跟环境 保持一种半透性 对你有好处的必须要进来 没有好处的必须要有能力 把它挡出去 所以这个细胞膜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并不是只有一张塑膠膠膜 不是这样子 它里面有马达 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有K-Pump 有什么Protation Pump Sodium Pump 因为它必须要把里面跟外面内 保持一种一定的关系 所以它很努力的在打 把东西不要打出去 把药都打进来 所以对你有好处 比如说Nutrient 氧分要打进来 那对你会中毒的 比如说你新人代谢 又会产生Ammonia 这个也是氨嘛 就要把它打出去 你才不会被自己毒死 那这个很复杂的互动 这个就是恒定 恒定一产生以后 这个生物就出来了 那这个只是一个细胞 后来很多细胞联合起来 就变成一个生物个体 所以有细胞组织系统个体 好 到这个个体以后 一个个体跟另外一个个体 开始有关联 就是我们所谓的家庭就出现了 婚姻亲子关系 然后很多家庭住在一个社区里面 就产生政治 法律 经济 军事 就很复杂 很复杂的关系就出来了 那这个关系再上去呢 就是现在我们整个世界 那除了人还包括 动物 植物 人物 矿物 生态等等 这个是更大的系统 那这个更大的系统 在上面我们认为还有外太空 现在太空学家 他们一直在一直把哈勃卫星 打到上面去 一直要发现 外面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会不会还有生命 那我们相信 这个太空不是全部可能 还有外太空 那如果到这里 还是只是物质的世界 再更上就是 有没有鬼 有没有神 有没有一些是 这个宇宙以外的存在 那如果你相信有的话 那么你的系统 就再加一个灵界就出来了 那下面都是物界 那我的老师说 上帝所造的这一切 就是从最基层的物理 到最上面的这个灵界 整个包起来 这个叫做创造系统 神的创造全部在这里面 那这个只是一个说明 但它巧妙是在这里 在一个系统 可以完全解释的现象 没有办法排除 另外一个系统可以解释 它没有能力去排除 所以你说我这个现象 在物理学完全解释 对 完全解释 你这个说明很清楚 但是人家要从心理学 要从这个来解释 你没有能力说 我这个解释 你那个就不存在 不可能的 这个是如果会这样想的话 就很进步了 你对那个因果律 这个因果律的诠释 就发现说原来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原来系统是这么复杂 并不是你讲的那么简单 你的专业可以完全解释的东西 你不能说别的专业 就在讲的都乱讲 过去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可以解释 我们就拿这个来批评 别的解释 我们不容许不同系统可以并存的 那后现代的人就比较可以认为说 这只是我能够解释的 那你可以解释 那个你不在 我不在你那一行 我就不予置评 不要用我的解释来否认 别人也可以有另外一个系统来解释 那这个是奥运 在伦敦 那现在都会有这种电子看板 那电子看板就是 可以把比赛的情况放出来 可是如果只有放水几分 没有意思 所以大部分都会还设计 这个国家最美丽的图 就会在那个背景会显出来 其实这个电子看板就有三个系统 一个是电弓系统 就是电线跟电灯泡 还有后面的电阻 这个是电弓系统 必须要有电弓把这个黏得很好 第二个是电脑系统 你那个图要出来 只有电弓是没有办法 必须要有一个computer 可以signify说 这个电灯这个时候亮 这个时候不亮 这个颜色亮 那个颜色不亮 是靠电脑去掌控它的 才能够很短时间可以显出那个图 可是电脑系统也不能把图画出来 必须要有一个艺术系统 有个艺术家画了一张图 然后电脑工程师就把那张图 转成电脑程式 然后电工所焊的这些东西 就要跟那个电脑程式可以接起来 这个图才会呈现 好 如果有一天三个小朋友去看奥林匹克比赛 然后他们看见那个很漂亮的图出来以后 那一个小朋友说 那都是我爸爸做的 我老爸做 他说你老爸做 我老爸是电工 他是那个水电工 他说这个是我爸爸标到的 这个整一块板子都是我爸爸 一个一个电灯连起来 电线都是他弄的 什么后面电子都是他弄的 如果没有我爸爸 你今天看不到这个 对不对 对 当然对啊 他没有的话 连那个板子都没有嘛 那第二个同学说 你不用臭皮 如果不是我爸爸电脑工程师 写那个程式 你爸爸连这个什么也没有 他说我爸爸很厉害 第三个说我爸爸是画家 如果不是我爸爸画画 你电脑工程师你写什么程式 对不对 那个idea 那个整个意象是我爸爸画的 你爸爸只是把那个弄成程式而已 对不对 对 他们在他们的系统可以百分之百解释的现象 没有能力去排除 另外一个系统也可以完全的解释 这样了解吗 所以如果你可以接受这种系统系统的观念 你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绝对 你可以在你的专业绝对的讲没有关系 可是别的专业你就不置评 你不会在那边指指点点 在这个是奥林匹克世界运动大会电子看板的诠释 现在我一直都用诠释 所以这一个阶层的诠释 是这个阶层的诠释 再来 这个叫做香蕉皮的诠释 踩香蕉皮叠的视角朝天意外事件的诠释 这个就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我今天是还好 因为今天 是吗 那个 我比较早起来 所以我不会赶得要死 有时候如果时间算得不准 或是说时间比较紧 9点我们要开始上创世纪 我就会时间比较赶 好不容易坐巴士坐到温州街口 就要赶快走进来 结果不晓得谁 在那个大门口就丢了一个香蕉皮 那我在赶赶赶 一脚就踩到那个香蕉皮 就掉下去了 头就撞到地上就 送去台大急诊 你们来了就听不到课 对不对 老师外伤急救 在台大急诊处 我有一次上到一半就跑去急诊 你们记得吗 你们就没有课上 我说香蕉皮 好啦同样同样 既然老师不来不上 大家就讨论说 为什么今天蔡牧师会踩到香蕉皮 会跌倒受伤 到底是什么理由 念物理系的时候 那个不必讲 那个叫做摩擦力 还有地心引力 对不对 对啊那你就是香蕉皮的摩擦力很低嘛 你一踩那你一走 你不是都很平衡嘛 然后地心引力 当然就掉下去 然后再碰撞 当然你的头没有石头硬嘛 当然就是破掉 当然就是急诊 这个我完全解释了 对不对 另外一个人说 哪里摩擦力也不一定他要踩啊 对不对 摩擦力他在那边 他也没有怎么样 香蕉皮是香蕉皮啊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蔡牧师 因为很多人来听他的课 所以他很骄傲 他骄傲 骄傲的人呢 走路看天 你相信不相信 台湾那叫做看天看天 知道吗 因为他觉得自己了不起 取不了 所以鼻子这样 那香蕉皮就在那里 也不会动 你跨过去就没事了 你不看地 对不对 你这才是骄傲的人的结果 所以这个是蔡牧师的心理问题 需要找心理科医师谐谈一下 对不对 对 有可能 因为我没有看到 第三个说才不是 是那个小子 臭小子 他没有道德 吃了香蕉 香蕉皮 不放在垃圾桶乱丢 不然蔡牧师头再在钉上 也不会跌倒 他丢那个香蕉皮 是他的问题 所以这个变成道德问题 有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乱丢香蕉皮 也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因为不是啦 是有一个妈妈 小时候没有把孩子交好 所以今天她才会乱丢 所以是母亲的问题 母亲姐到了 要叫所有的母亲 要把孩子交好 还是变成是亲子关系的问题 所以我说都不是啦 其实是因为蔡牧师今天要讲的 我对很多人会产生生命的大转变 所以撒旦当然不爽啊 怎么可以每一次都让你这样子 就轻易的 所以撒旦就派魔鬼来 把蔡牧师的眼睛遮瑕了 所以一创架以后 你们就听不到 所以你们生命就不会改变 所以这是属灵战争的问题 对不对 有人说乱讲 我说 有可能这五个同时存在 你知道我意思吗 又骄傲 又有一个没有道德 又有一个妈妈教育不好的 又有魔鬼 又有物理作用 同时存在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覆斥 没有办法排斥掉另外一个解释 那我详细这样讲 就让你们了解说 当我们在看圣经 或是在看一个人的生命经验的时候 我们要很小心 有时候我们太容易就 落入一个系统的解释 我们就不考虑别的 然后甚至有别的系统解释 你就说那可是迷信 你有没有讲过这种话 特别是科学主义者 当神经科医学对梦 开始提出一个研究报告 有人就说佛罗尔德不对 什么哪里有神都没有 根本神经科现在已经把梦的现象都说明清楚 可是那个根本不是解释 那个是说明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不要把explanation讲成interpretation 因为你说明它的mechanism 你完全没有能力去touch它的meaning 所以我讲了半天就是要讲这个 就是system of systems explanation vs interpretation explan是explan mechanism interpret是interpret meaning 它们是各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已经10点17分 让大家起来走一走 上个厕所吃点东西喝点水 我们10点半回来好吗 好 大家下期再见